台灣黑熊 我遇到了台灣黑熊 登山群組瘋傳這一段畫面 有山友在高速尾寮山林道 遇到台灣黑熊 遠遠拍下這段畫面 聽得出來山友很緊張 不斷喘氣 黑熊體型看起來不大 在步道中間走來走去 可能在觅食 影片引起熱烈討論 有攀登百越訓練基地的尾寮山 居然有黑熊現身 你有聽說嗎 對 他說有人拍到那個黑熊 在最上面那一邊 很像但是不知道是不是 他們是說還要再往裡面一點 屏東縣領館處表示 雖然山友都猜尾寮山 但也可能出現在高雄的真我山 高坪山區有熊出沒 如果真的遇到熊 該怎麼辦 就只要看著他慢慢的離開就好了 因為嚇到他會有個自我防禦 遇到熊最安全脫身的方法 就是快速安靜快閃離開 如果和熊正面遇上保持冷靜 千萬別尖叫以免被攻擊 但能遇到黑熊本尊山友緊張又興奮 直說會是超難忘的登山經驗 只有張春華評論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